不久之前呢我有个朋友他问我说 我花多少时间接应我的YouTube频道是 那我可以跟你们讲很多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有一个详细的数字 那我回我朋友说我就好好的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呢我又花了20分钟的时间呢 把那个答案呢设计在这题综合维基分题里面 所以当你们解出这题以后 你们就可以知道我一天大概花多少个小时去经营我的YouTube频道 比方说拍片啊剪接啊然后写叙述栏啊然后想ideas那些 所以我们现在来解这题吧 来首先从这个紫色的limit开始 这个limit t 逼近于正无穷 然后有1加 1的t次方分之1 然后又是1的t次方的次方 这一题呢如果你把正无穷放到里面 1的正无穷是正无穷 那正无穷分之1是0 但是你要小心哦当我们有1加这个0的时候 然后又去正无穷的次方 很多时候很多学生会觉得1的任何次方就是1嘛 但是这个是不对的哦 所以说我在我的指数函数的影片里面有讲过 其实这个答案就是那个英文数字的1 现在我知道是非常confusing 因为我刚刚说答案不是1 答案是这个1 OK 来我们把它变好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说 let用t的时候我就用s 等于1的t次方 所以当t必须为正无穷的时候 s呢也会去正无穷 所以这个极限会是 limit然后s去正无穷 然后有1加s分之1 然后再去s的次方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做过影片的那个1 所以答案就是1 这个1哦 大概等于2.7 18的28那个 OK 来 手机里面就是那个很棒的数字1 接下来呢 我们做这个绿色的 维分 这个 其实不难 因为呢 当我们维分 OK 上面是x平方 下面这个 sine平方x 你会觉得哦好麻烦 但是呢 我帮你们加了这个 sine平方加口算平方 我们就是拿到1嘛 所以 这个1哦 所以我们得到 就是x平方 1分之x平方 下面这个就只是1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的答案就是2x 然后就搞定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很棒 来 如果你们也是老师的话 你们想把题目出的稍微难一点 我可以建议你们 以后呢 当你要写1的时候呢 就把它写成sine平方加cos平方 那这样子看上去就很难了 但是其实就不会 好 接下来做蓝色的极数 每记错话就叫极数 先做下面这个 所以我们有这个 series as n goes from 0 to infinity 然后 √n-√n加1 那你看这个其实叫做 telescoping series 就是代表说 你把它 0啊1啊2啊 然后全部带进去的时候 中间会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消掉的 那这个最简单的方法是这样子做的 因为n跟n加1差一个而已 所以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数字 放到首先的这里面来 所以我们有根号0 先这样子哦 然后前面只需要一个 后面呢 这边再把它写下一次就好了 n加1 那如果你有没有想知道 为什么这样做 我可以再做别的影片给你们看 那这个是快的方法 那 那 接下来 我们 这个叫做 the nth partial sum 只要我们 take the limit n去正无穷的时候 这个会就是它的答案 那前面就是0嘛 把正无穷放到里面去 就是负的 然后更号正无穷也是正无穷 但是这负的在前面 所以答案是负无穷 所以这个变成负无穷 那 上面这个是什么 上面这个是 很厉害的哦 这是0到正无穷 然后负1的n次方 n加1 你把它写出来的话 你会看到这个是 第一个是1 然后接下来是减二分之一 然后加三分之一 然后减四分之一 然后一直这样弄下去 这个的英文叫做 alternating harmonic series 那它会逼进为ln2 所以我们该有的都有的 接下来只需要做那个积分的就可以了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1的2x次方积一下 所以得到1的2x次方 然后不要忘记处于这个2 所以我们有这个二分之一在前面 那接下来呢 当然是要带进这个跟这个 然后还要有一个 括弧然后再平方 首先把ln2放进去 我们得到 1的2xln2次方 那这个是第一部分 那接下来 把负无穷带进去 所以得到1分之1 1的2乘负无穷次方 然后把它框起来 那接下来呢 再放一个大一点的框框 然后再把它弄平方 那请看一下 我们这边有1跟ln 所以好像把它消掉 但是在它消掉之前呢 请先把这个2 放到这边来当它次方一下 才可以把它跟它消掉 所以这边要看的是 2的2次方会去4 那4除以这个2呢 答案就是2 我就把它写一个2在这边 然后减掉 那2乘负无穷还是负无穷啊 1的负无穷是0 那这个还是0 所以就是0 很棒吧 那当然啦 到最后 这个还要平方它 所以呢 答案就是4 所以我是说的是呢 4个小时 1天啦 大概 所以 1个礼拜下来呢 2、30个小时是跑不掉的 当然有时候多 有时候少 但是平均下来 这个差不多是 我 呃 花在YouTube上面的时间啦 呃 主要是英文频道啦 我知道 不好意思 以后希望真的真的有时间 有时间的话 我会多花些心思 来经营我这个中文的频道 因为我想要跟你们 用中文来交流交流 然后 台湾的观众 或是你在这边 或是在哪边 就是用 顺便练习我中文 这样 这样 就感觉它比较亲切感多一点嘛 对不对 如果讲中文的话 and yeah 所以就 让我觉得 让我知道你们觉得 这题怎么样 以后想不想再多看我 呃 做这种综合的微积分题目呢 那如果你是微积分老师的话 你可以考虑考虑 就是 以后 多出这种题目 因为很多学生很喜欢抱怨 你为什么 考试要考个二、三十题 那现在 如果你出这种题目的话 你其实只要考个 十题就好了 所以就是 这是 很棒的主意吧 对不对 那 yeah anyway that's it